字幕提供 大家好 回到聚焦访谈的时间 今天又很不同 今天我们出了来 去到别人的公司 辛苦你们 辛苦你们帮我们 设计了一个好的地方 很美 认为一个好的地方 可以做到一个好访问 今天我们找了 如何形容呢 卡锡金 卡锡金的两位创办人 另外有他们服务的使用者 今天帮我们设计的访问 其实已有我们的主持 大家不能聚ato 头切相关 好像是葡萄 vienen牌 其實我從來都不知道,Derek是去PASSION TOWNS工作的 早前是因為攝影,我們開始有工作一起做 因為他自己的節目有訪問到我的朋友 然後我就看到他,不如你也訪問一下我的朋友 我就介紹了 即是水晶那方面? 是的 小的圈子很小 全部人都會圈子 其實都是,其實你們在搞金的攝影平台 其實都是一樣,我相信那個圈子不是很大 其實很多人本身都是認識的 現在我們認識你們,可能在平台上就會看到 看到Alan在上面 很有趣 我想問一下,今天我們找你們訪問 其實主要我看到一個金的平台 另外其實你們後來都會發展一些東西 跟NFT有關的東西 我經常記錯了 很新的 因為新的,我也覺得我們很好記 因為我本身是另外一個 我台裏面有另一個節目 我們的節目是做設計和創作那邊的節目 其實近年,近來是有很多NFT 是,NFT的一些App的Please 是放了上去NFT那邊賣的 其實我們有聽眾想問我們 究竟我們對他理解是甚麼玩廢 我說對不起,我也要時間 我幾個主持也要時間 因為我們都未是真是很理解得透徹 那樣東西的 最後我請到兩位專家上來 你們相對地相聚地 應該怎樣都給我們的認識更加多 所以我們留在第二節 我們嘗試講多些關於NFT的東西 但我又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有攝影師 我也是一個攝影師 我有好興趣是,其實Classic在做的東西 即金,我們會說金 但你們本身Classic的公司 Classic的公司其實你們本身是在做甚麼 我可以說少少先 Hello,大家好,我是Peggy 對不起,請介紹我 我的Partner是Larry Larry,對不起 sib 對不起 n 對不起 你的介紹是好好 不是,好吧 我們是Classic Side 和金的 favour founders Classic是一間圍繞攝影師 與影像而設的平台 有一個社群 事實際方面 有兩個不同業務 一方面我們 laser 協助不同類型的企業 无论是他们本地或跨国有摄影的需求 即是想拍片或找人去做一个project的时候 我们就会推荐一些适合的团队给他们 去做一个matchmaking 另一边就是一个比较科技的平台 刚才阿朗也有提过 GUM的平台 就是一个帮助摄影师很舒服地 可以跟他们的客人去照片来做沟通 例如在上面可以上升相片 过相片 甚至去到选相片 做一些协作的功能 都可以在上面做到的 其实他们的理念就是 让他们不用再 rely on Google Drive 或者Dropbox 这些比较叫做传统的Cloud Storage的platform 可以有一个自己 就是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工具 刚才所讲的 我明白Google Drive Dropbox 其实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我上升了相片给你 你上升了相片给你 我上升了相片给你 然后我就会要选相 你要选相就会很复杂 那时候你就要下载 但是很多时候 例如我们大家去拍照的时候 可能我只是拍一个人 可能那里都有200-300张 要选一个很烦的地方 很烦的部分 所以金会有一个协作的功能 是的 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用家 没有用金之前 他们反映过网罩 就是说很人欲的 甚至有些客人 用纸笔100张 我要选20张 写那20张的档卧名 摄影师就说这个 自己在自己那边查询 是一个很繁复 和非常花钱 很老土的做法 是 我们就看到这个gap 而且觉得尤其是 我们这个频道 在肺炎的period上诞生的 很多project 越来越online 变得digital 是 我们就觉得 更加需要一个 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去做一个collaboration 和沟通 OK 那我倒回来就想问一下 Clartchick或者Glump 你坦白说是在肺炎的期间 就是去年的年中左右 5月 5月左右的时间 就是有一年 对 刚才有一年 但是Clartchick本身 你们都成立了多久 等我说 等我说 2016-2017年我和Peggy是银红色的 那时候去旅行 然后大家找一些照片出来看 发觉 不错的你拍得 你是你 我说 我给你看了 那些照片不错的你拍得 然后我说是我拍的 然后就想到 其实可不可以找个当地摄影师做导游 拍照呢 其实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 有些客人去日本 或者去台湾 其实可能都是一个特定的 例如是生日 周年纪念 求婚 但其实他都要当地的人帮手拍 更加体验到当地的那个culture 因为日系摄影师和台湾摄影师 和香港摄影师的风格不同 差很远 所以其实就是 不如做一个平台 是connect他们大家 大家做朋友又有一些美照 其实就这样开始的 就好像很美好 但其实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始终我们做的B2C 就是说打一些客人 他们会讲假的 其实他问我千多元 千多元还问我 不要便宜 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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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但是 然后就是 他们就自己可以找 可以去IG找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平台的必要性 其实不是很高的 但我们就 旅游的angle 或者关于live movement 那样东西 其实是不断想做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死的 那几十年后 可能就来什么 那时候看一些相片 起码感觉自己 是有些年轻过 是 型过 美女过 所以其实不断都想做的 是 之后就 17年开始做 19年就进了国泰的系统里面 好像很好 国泰就说 好啊 体验经济 就好像Airbnb experience 那样 加个摄影下去 每一个乘客 订了一张机票 喂 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 其实很棒的 因为那时候 国泰每一个月有200万的乘客 拿1%也好 是 是 是 好像很ok 但是呢 就疫情打到来了 就看着 接着就 就跌了下去了 但是 刚才 Peggy说了做GAM 就是做了一个平台 另外 卫生那方面 就有个 cross border 就是 我们之前说过 其实就是 cross border的 photography 和videography 的solution 是的 其实经历了几年 其实都有个network 也做了一些公司的生意 其实发现那些公司 原来都很惨的 那些国际性的公司 其实他们可能 之前就找一条crew 在香港飞了 亚洲 就拍了所有东西 是 那现在没得走 飞不到 就找了我们 就问我们 大陆有没有摄影师 有没有团队 他说有 其实就开了一个business 去有个 疫情的机会 我之前 我都做雜誌 做media 其实我很想做到那些 就是买到那些班 然后真的可以到处飞 其实到处飞 其实压力也不算很大 听上去都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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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你可能一天拍 最多 可能很辛苦 可能一天拍30个人头 但是 之后的时间 都好像挺好的 但是 做不到 但是当然 但是 你们刚刚提及的状况 我会很有共鸣感 因为我就是以前做media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是 就是我们公司 就exactly有个case 例如我们有一些 有一个名人 要在新加坡那里拍 在新加坡那里拍的时候 接着我们就是 我们没有人飞到 有时间飞过去 亦都不会买个freelance的时间 就飞过去 什么很贵 那就是要找当地团队 我记得我们的photodesk那边 那些妹妹仔就是 反正在那里 就一直问我们的人 你有没有认识人去新加坡 有没有refer过来 然后我上网 现在还没认识 IG很轻盛 只要Facebook找你 很难找 后来找到 so far都ok 但是那个复杂 就是变得很复杂 但例如我本身做media 其实我相信他们都算是大公司 他们早点知道 原来你们有这样的platform 其实应该会很有用 但是多不多 你们的客户多不多 例如只是说cost border 的service的时候 其实都有的 刚刚疫情的时候 就签了L'Oreal L'Oreal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法装品牌 那他就韩国要拍东西 海南岛其实拍很多的 日本和韩国 因为日本和韩国 那大陆比较多 澳门和海南 因为那些钱 留在大陆人都去了那边 出不了国 我最近在做国行 中国航空里面 旗下的几本的catalog 就是fit on invite 看的catalog 好像很多 很好生意 很好生意 这本我只做设计 这本我只做设计 那些产品是他们 都有人拍完的 应该是找你们的 可能是 因为他里面 也有很多L'Oreal L'Oreal的产品 所以他们就很好生意 他们都不错 因为我们帮他们拍一些counter 就是他们每季都要换counter counter 即那些counter counter 即那些counter 那些counter 很多商场都有很多L'Oreal的品牌 可能你认识一些 HR Biofirm HR Kieh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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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都叫做一个机会 也帮到企业 因为他们省了钱 因为他们不需要 飞过司机 其实是 真的便宜 他现在飞不到 是 你飞过去 你还要买他隔壁的时间 十几天 那这个麻烦 21天 我最近有同事 我老板娘 我老板娘 回来要21天 所以也是肺炎的阶段 发现这个 算不算是找到一个 很有趣的商机 也算的 也算的 所以有危 未必一定是不好的事 必有机 看看你们掌握不掌握到 而你们就是掌握到中间 刚刚找到一个好时机 都是有些败的 其实都是的 但你们本身预备好了 你本身那个服务本身 其实我们做了几年 都存了那个community 我们不是香港 如果不是有些客人 问我们 越南可不可以支持 我们都做不到 都是因为有那个database 但你们本身 本身其实是 我想问 在地的摄影师 你们是怎样认识他们 其实一开始 都是我们比较人育一点 就是做一些 不scalable的东西 逐个逐个去找 即是类似Col哥的 找到他们 我知道你们有这个人的contact 在这里 你是基于越南 没错 我们怎么认识Ellen 是不是你介绍的 是的 这个是在地 这个不是在地 是在地 好像是 是你的朋友 Emily emily 没所谓 都要叫我们 很多朋友 Ellen有很多朋友 是的 是的 我现在知道 原来他都很厉害的 IG IGR KOL KOL OK 是的 没有 我刚才插罪了 Larry说 每个人都会死 我想补充一点 其实我们两个 都不是摄影师 都不是摄影师 但是有很多人都很惊讶 为什么你们会选这个行业 是的 为什么突然做这件事 我们其实觉得摄影师 是一个很 很意义的动物 因为他们帮 就是一个品种 我明白 我明白 他们帮这个世界 其实是 创造很多 还有捕捉很多 很有意义的 这些影像 其实是一些记忆 所以我们就很想在这个 过程那里帮他们 去完成他们的任务 所以当初 我们两个 刚才说了 在一个 在银行工作的时候 就聊聊 他又有自己的痛点 刚才说过旅行 我又是因为那年结婚 我想在布吉找个摄影师 所以聊聊聊 就觉得 摄影 这件事就是一个好契机 对 怎料 现在做了四年多 所以我当时求婚 都是找他们 帮我找摄影师 在日本 对 白川香 我也记得 不用理 很会选择我们 白川香 真的很漂亮 Ellen很浪漫 那时候 还要下雪的日子 因为这些摄影师很难预计 很少 幸好他们有个关系 买了花 帮我帮你 对 因为布置 给她的老婆 很浪漫 当地联络了团队 帮他们布置 对 安排 但很好笑 因为那时候 我们一到步 然后 因为日本 你知道 我找个摄影师 其实是菲律坟人 我一见到西人的样子 我就以为是我的摄影师 我就问她是否摄影师 那位老婆在我旁边 她说我撩女孩 哈哈 其实不是 生气了 你真是坏的 你撩女孩 你撩男人就会撩 我的摄影师一定是她 她持着相机 旅行的人 现在都大了 有趣 也有趣 结果是 整个过程是 也挺有趣的 那你跟着 之后就跟踪了一天 还是只是那个时刻 是这样的 因为我去到 我们的 又不是酒店 叫什么 民宿 民宿的地方 民宿的地方 住就是住 那里叫民宿 我就跟她说 你去买些 买些 怪不得她觉得你撩女孩 哈哈 最后你走了 她有一些肚肚 我出去找些 很多药 哈哈 她真的走了 帮我去找药 我说你大约半个小时回家 其实我猜她都知道 你求婚 我要准备一些东西 她就说好 半个小时回家 应该人生 你们两个走到那个阶段 她大概都感觉到 不猜到 你们想做什么 但其实很好 因为她不只是找摄影师 还有两个 六视频 一批两批 我自己是不会找到 确实 当地想找到那么大的团队 其实有难 而且日本人亦都难相对 比较难 相对相对 比较难 对啊 今晚她又找到菲律宾人 英文也OK 又交通得很好 菲律宾人就是她们在那边工作 对 她那个也挺特别的 她是菲律宾女士 她老公是当地工作 她就跟她 她是奥迪做的 是奥迪做的 是奥迪做的 最后还变成了朋友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的case study 那次来香港旅行 我就约了Peggy 跟她一起吃饭 是啊 很好 真的很好 确实是 这些服务有不同 平时你可能只是去 店铺明买明买的东西 那些可能有什么感情 但这些就是根本上 她都分享了她的喜悦 当地菲律宾摄影师都分享了她的喜悦 所以我们当初的路向 就是走旅游的平台 好像Airbnb 就是想做这件事 就是好像半个导游 再半个朋友 又可以介绍 当地有什么 我地球喜欢去哪里玩 吃些什么 再加上帮我们拍照 帮我们拿到家 那我们就想到 一流 真的 整个配套一流 真的发展得到 希望将来有 希望快点完结 现在我们很幸好 不需要戴口罩 但希望快点完结就更好 可不可以这样龟洁 就是你们 其实你两个本身 都是在金融业里面打滚的 只不过你们就真的 剩下了一个 我们大家 你知世界都对金融业 你自己这么蠢 这两个人 剩下了这么好的工作 就走去做 但现在不是 都很有趣 是很不同的 应该说两个环境 是 有辣有不辣 都是 金融那方面 就是比较稳定收入 是一定 就是不用担心 没有粮出 但是就 那个lifestyle 怎么说呢 很固定 是 就是你每天都知道 expect做ABCD 是 做发业工 你就可以 就是好像cut off OK 那个culture 就没有说很creative 或者觉得你真是知道 每一天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对社会很接近 社会会有impact 就完全不是这个感觉 但现在做金这儿 或者做culture 会不会需要 其实可能很多工业的时间 都要处理工作上的问题 确实会 因为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问题 会找你们帮忙 是的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叻的地方 就是他们很懂得 跟别人去溝通 就是因为他们刚才说过 他们是没有摄影背景的 确实 但是譬如Gump 做出来 其实很适合摄影师用 我自己有用 他有很多功能 譬如 很开心 譬如你用google drive 就是drive.google.com 就是你传给客人 是很不专业的 他们又懂得做了 譬如我的link 就是allenwong.gump.com slash 我的album name 就是这些是photopos 很喜欢的东西 是 没错 譬如用google drive 我之前跟客人谈 最麻烦就是 他叫我改一些东西 我用WhatsApp谈 他说 譬如我背景 譬如我拍个product shop 炒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些位置 想我弄 那他用gump 是可以圈出来 即是可以直接用那些 客人 可以用个 按摩 我想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打comment 那就方便很多 很有趣 其实这个功能是 回到以前飞林年代 在这个年代 其实editor都是这样的 他们在上面找红笔仔 在飞林上面 抹起来 那个位置要断光 其实以前飞林年代 也是有执照 也是可以黑房到头 可防它更光一点 线上版 执好是难一点 但是更光一点 那些是OK的 因为我执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执 但是如果可以圈住 at least你想我执这个位置 我会帮你执回这个位置 OK 但是 为什么你们又会 你们不是摄影师 但是为什么你们又会 那么 可以用到他 代入他们 去创造这个 平台 因为我们做了几年 其实就手动 match了很多job 就是做中间的 好像agent那样做 就是说我们找一个摄影师 摄影师交相片 就交给我 我们交给客人 然后客人的comment 就是回来 就是很多东西 WhatsApp PowerPoint Excel PDF 再加电话 再加email 其实就很难 控制所有的东西 其实也有个痛点 就是不如我们整个平台 不如你上去自己说 说完之后 那摄影师就 那我会省下时间 嗯 其实是这样的 是 那我帮你们省下时间 我自己又 因为你变成不用做那个中间人 是的 Lorean的合作就是这样的 我们给他所有的照片 他选照 他选照 画东西 所有的东西 就在上面 就省下我们的时间 我们只是叫摄影师 看看link 就行了 而且我们是 很努力去建立community 我们一向的路线 就是community 为主 在那个出发 所以我们 花很多时间 去和摄影师聊天 和他们去建立relationship 我们不是摄影师 但是 我们问你 然后听你的feedback 就是觉得 给你用完 听你的意见之后 就去改了 可能某些用户 就会是 变成了你们很多的意见 或者改进的一个原因 嗯 绝对是 这个其实是一样很好的东西 我觉得有时候 有些功能 譬如我一个星期前 跟他们说 我觉得暂时没有 嗯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 就真的有了 很高充 很高充 真的好像一个 好像你make a wish 然后我其实 燈神 因为之前他们的 album 就没有subfolder 是 对 然后跟他们说 其实我拍当水晶 我想分几个不同的category 然后跟他们说完之后 今天已经有了 就有十folder 就是除了一个大folder 还可以整些小folder 所以有些什么 你觉得是missing的话 就跟他们说一声 那当然他们也会衡量 是否真的 是否急切 或者是否需要做 OK 行内缘就会 我失败了 我昨天想尝试走 那个 你们这个 我 我怀疑我click了 我说 你为什么是coming soon 我看错了 总之要试到先 我可以开始一下 不是 我记得 我看你们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介绍 其他介绍 其实有个功能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 其实就是刚才这么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 我们一次过 只是拍了那张照片 其实可能我们 根本上有200张照片 有很多的选择 在里面 黑人其实是 我们就会看到 究竟那张照片 可能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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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他看不到很多 但其实 我看到你们有个功能 可以限制他们 限制他们的选择 是吗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它大概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这个是 根据我们对行业的认识 觉得有这个功能 会有用 就是一个视频师 你制作一个套套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设定 譬如你会上传100张 但是你可以限制我 选择20张照片 即是限制给客人 对 就是合贴作的人 你只可以选择20张照片 对 没错 所以客人那边 如果他收到连续 他就可以看到 原来我只可以选择20张 OK 这样 其实我们的focus 都是方便两边沟通 和方便两边的协作 那个点 OK 现在出现很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pre-rediting 那些 它不会让你选择所有照片 对 那道理上我们都会 短线了才让他们再选择 对 可能你选择20张 你想要再多一点 就再加钱 或者也有什么possibility 在这 挺有趣的 我经常觉得因为 我看见到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件事很窩心 这件事是因为我经常觉得 因为我们 正如我们走进去七階 看着那个冰箱 这么多东西喝 你就会有选择很难 我相信客户都会一样 讲起这个 其实我们再有一个功能 就是叫做 有个星星 是给食品师 你推荐给客人 我认为哪一张最美 这个就是我的选择 没错 因为有时客人都没有什么idea 或者他们 我都不认识 不知谁好 你告诉我 就最好了 不如你分享 你之前 其实你可以自己 带了摄影师心水 这十张 那就可以给客人 那挺好 还有没有特别的功能 你们觉得很特别 推荐 我还有一个很喜欢 就是客人选择完相片 之后 当他们选择了十张 那我就可以 按下一个键 叫copy name 我copy完之后 我在lightroom 直接paste出来 那我就已经有了十张 我就可以直接给客人 给客人 这个很吸引 真的吗 真的 这个是比较闲位 不知Alan 是一个 招了很新的 对 这个平台 因为比较 贴身 是一个小小的位置 我们觉得 好像省了市民师少少时间 因为平时 你们去lightroom 要逐张逐张 对 对 谢谢你欣赏 对 很行 很简单 例如我今早才拍完 今早才拍完 另一半集才拍完 我选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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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lightroom 有一个麻烦处 就是 你要找到 你大概 你要 在布林路上 你上到他那张照片 你才大概看到 那个人是命的 是 要找的是複雜 是 这些又是一些 很深入 真的了解市民师 我们才会想得到的 OK 我上次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听众里面 都有做这一行 即甚至是做媒体 或者做市民 我想问 金本身 其实是不是最好 一个收费平台 其实我们 行一个叫 freemium 的model 其实任何市民师 有朋友进来 sign up 已经可以拿到 50G for free 的一个plan 如果你要再用多些 storage 就会有其他upgrader的plan 还有 未来我们都会有一些 新的功能 会一直加上去 可能那里 就要 charge by consumption 即是 你们收钱的部分 是 甚至我不收钱 因为我说 不收钱 我都可以用 刚才说什么 是啊 现在暂时 那么开心 其实50G 都很够用 其实50G 暂时都很够 以前我Google drive 16GB 我开了四五个account 哦 是 因为常常都用完 我现在又给Google drive 七六几元 Google drive 多少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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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一样价钱 都是2T 可以考虑 Selene 先收拾 对 有了刚才的分析 其实我们将 我们来 我听完就很吸引 我不是因为我访问你们 我觉得吸引 是啊 而我听完 因为我未试 但是我听完 我觉得 心动 对工作很有幫助 嗯 很重要 我们 而且Low speed 是超快的 是啊 是啊 很多用家都很喜欢 这个 feature 因为 说真的 这方面更快 比Google drive 或者Dropbox 更快 Google drive 其实也不是很慢 不是很慢 是啊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后台 其实做了一些手脚 或者叫做 就是做一些hacking 所以就 所以就 不是很多 快快幾倍 是啊 我喜欢 有认真 不是 不是 他认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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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我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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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很吸引 如果正好 我试试带回TCO 和大家再讲 这件事 很有趣 好啊 不如我们这一节 大概讲今 讲到今集吧 好 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们想要走入这个 我们未来的虚拟世界 好 我们回来 下一节再讲 Thank you